可不可以過呢? 我按F8好了 你會發現它就可以通過了 不過問題來了 如果假設 因為它這個should.add的話 它每add的一個 它的工作表的編號都會加1 所以下一次又變成工作表6 下一次工作表7 那你說老師那我每次按一下 我就要再來改程式嗎? 對 所以顯然不合理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邊的敘述 你可能要把它改一下 你就不能用叫做什麼呢? 工作表多少的名稱 不過跟各位講 其實後來想一個方法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乾脆做一件事 就是直接把這邊有沒有 直接怎麼樣? 把它刪掉就好了 也就是直接告訴大家說 然後呢我不告訴你哪個工作 反正就是那個工作表 因為我現在就是那個工作表 我不用告訴你就知道 就是這個工作表就好了 所以其實第一個 如果假設錄製完之後 你要讓這一行不出現錯誤 直接把工作表擠加上驚嘆號 把它delete掉 但是R3C3這個不用刪 不能刪喔 這個指的是哪個儲存格喔 OK 那C指的是藍 R指的是列 那意思是什麼呢? A3的意思啦 所以意思是放A3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放A3 所以第一個 如果假設你要修改 錄完之後呢 要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 請你把工作表擠 驚嘆號刪掉 第二個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邊又錯了 什麼? 續著4啊 這邊沒有 明明是5啊 所以請你把這兩行直接刪掉了 它要指定哪一個? 這兩個我覺得是多餘的 所以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這兩行直接delete的掉 當然如果你不delete的掉 可以在前面加單引號啦 或者是直接上面工具按右鍵 有一個編輯嘛 編輯裡面其實這邊也有 叫做使程式變為註解的選項 按下去之後啦 這邊就變前面加那個單引號 那這兩行就被不執行 然後還有哪裡啊? 還有各位有沒有看到V10 到endV10這一串啊 我印象中這一大串 其實通通都可以不要 因為這些敘述好像都是一些預設值 所以我印象中 我是把這個V10 到底下的endV10 通通delete的掉 OK 那這樣的話呢 程式就會變得比較精簡的 那你可以看到 底下這些應該就 其他就比較看得懂了 底下就是樞紐分析表把它拖拉到尺 再拖拉到列 然後這個就隱藏 有沒有三個資料嘛 102、103、113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嘛 第一個就是把工作表 table designation後面的工作表給刪掉 然後把這兩行看要刪掉 或者是把它註解 然後另外就是下面這個第一個的 V10到endV10有沒有 本來這個把它直接刪除就可以了 這個V10到endV10 這一串是最長的 這個其實這個不需要 好 理論上我們樞紐表 應該就已經修改好了 這個上面的註解可以拿掉 好 就是變短很多啦有沒有 好 那剩下來的話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把它這樣按右鍵刪除 重新再讓它執行看看會不會成功 樞紐表執行 這個都成功了有沒有看到 工作表6了 再把它刪掉 手動刪一下 再讓它刪一次看看 這時候有這個